我可是离仙门之士 杀了我 离仙门不会放过你们的 那可真多 想不到仙道九门的人 居然已经上天门逼宫了 如此看来 我们想回天门 接下来必定是一路艰难险阻 哼 这可我意 我的真武之道 就是要从战斗中 不断提升突破的 如今以我们的境界 只要来的不是天元境的强者 都足以应对 我想仙道九门 就算再不要脸 也不会派出长老级的人物 对付我们一群小辈 看来燕燃那边的压力也不小 我得快点变强起来 帮撑一下燕燃那边 如今系统积分值 也能再购买一轮道具了 是时候再次提升一下实力了 当前宿主积分 两千三百一十 系统商城出现现实折扣 是否查看 什么 你说灵儿他们 被万剑门的人抓了 是的 而且那万剑宗还放出豪言 说一个弟子拿一个灵精密钥来换 否则后果自负 想不到老祖当初放他们一马 如今他们非但不懂得收敛 反而更加变本加厉 他们这是欺我天门底蕴太浅 想悄性霸占我天门弟子 在先摩大笔上所获得的成果 老祖还要坐镇天门 我身为掌门 弟子有事岂能坐视不管 大长老万剑门那边我去交涉 你传书通知灵凡他们 让他们务必小心行事 如今他们已经是大能镜强者了 我天门三代弟子最强的几人 是时候让他们也独当一面了 可是 掌门 您虽然突破到了天元三境的第一境 天地境 但以您的修为 只身前往万剑门 恐怕会有不测 老神担心 让他去吧 身为我的弟子 天门掌门 若是此时退缩 将来如何带我坐镇天门 师尊 老祖 有趣 本座算到这次仙儿去万剑门 是有惊无险 而且还会得到一位和我境界相同的包人相助 并且此人和我还有着莫大的关系 这世间达到我知境界之人 须知科数 究竟是何人 是和灵霄双眼那般 强行压制修为留在这一届的人物吗 我闭关多年 何时与这等人物有个交集 保持点 跪下 够了 此二人乃我万剑门贵客 不得无礼 快给他们松绑 遵命 想必阁下就是万剑门长轿 剑仓月吧 你这小子倒是有点眼力见 在下在宗门中负责杂物 一些卷宗情报 字实略有设计 只是晚辈不知道 前辈如果是想让我师兄妹二人来柜门做客 只需吩咐一声便可 又何必如此大动干戈 你看上去像个聪明人 应该不会不明白本座的意思吧 看来晚辈在云影城中听到的留言是真的 不过晚辈没想到 堂堂仙道名门 居然也会做出这样龌龊的勾当 龌龊也好 卑鄙也罢 修行本就是弱肉强食 正所谓匹夫无罪怀必其罪 你天门虽在这次仙谋大笔中贡献颇大 但想要独吞六座灵境不太须一记的秘药 实在是胃口太大了点 我这也是帮赵燕燃那个老娘们 消消食罢了 华女人 竟敢辱骂我天门老祖 大伞 下次再出言不逊 本座便割了你的舌头 没脸没皮的老东西 不敢与我家老祖正面交锋 靠着欺负我们这些小辈药物养味 哥就哥 我天门弟子 从不会像你这样的五指正徒弟头 舰掌门 你堂堂一门之主 对一个晚辈几次三分出手 是否有些过分 况且 我这师妹性子刚烈 若是把她逼急了 伤了你谈判的筹码 想必你也得不偿失吧 你这小辈说话倒是有疑套 好 这次本作便放她一门 免得有人说我以大欺小 来人 带他们下去 务必严加勘管 师兄 我们该怎么办 敌强我弱 只能等待外援 别担心 我相信老祖和掌门 会有办法救我们的 而且 我们作为谈判的筹码 一时半会应该不会有危险 反而会被好吃好喝的招待着 哼 那就吃穷他们 反正没把我伺候好 我就自觉 不折腾死他们 也要让他们掉层皮 我们已经避开了临仙门 接下来 别人 别人 这几乎 别人